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台积电在9月中旬的临时董事会上宣布,你不超4.328亿美元,收购英特尔手中IMS Nano Fabrication约10%股权,预计整个交易将在2023年第四季度完成。 另外,台积电还终于正式宣布认购ARM股票。 首先,日本软银集团旗下英国半导体设计公司ARM控股,ARM Holdings于9月中旬登陆美国纳斯达克。 ARM将以每股47美元至51美元的价格发行9550万股存托股票,这将为其带来近50亿美元新资金,估值超500亿美元。 这意味着ARM已经获得10倍超额认购,招股价也将确立在招股区间的上限,也就是每股至少51美元。 ARM可能会获得高达545亿美元的上市初始市值,在2023年发行IPO的公司中,这个提量令ARM排名第一。 届时,ARM登陆美国纳斯达克将成2023年最大IPO。 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近日的报道,台积电召开临时董事会,核准认购一定的ARM普通股。 另外,台积电已表示将基于ARM在IPO时的最终股价,向ARM首次公开募股投资不超过1亿美元。 此前,台积电董事长刘德英曾说,ARM是他们生态系统、技术和客户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们希望它取得成功并保持健康。 从9月上旬,公开还有招股价区间的招股书开始,ARM展开了公开路眼。 依据目前的招股情况,ARM已经募资满额,或将很快确定最终发行价格,并选择临近的交易日公开发行上市。 本次ARM计划发行9550万份ADS,这大约相当于10%的股份。 软银希望在本次IPO之后保留90.6%股权,如果超额认购权被全数行使,则将持有89.9%的股权。 如果按照每份ADS51美元来算,ARM将筹集到51.23亿美元。 在公开发行的部分中,还有少量预留给大户,称为基石投资者。 在ARM于9月上旬更新的招股书版本中,台积电与苹果、AMD、凯登、谷歌、联发科、辉达、三星、新思科技等公司是基石投资者,合计可能认购7.35亿美元的ARM普通股。 稍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曾声称要参与ARM IPO的高通并未出现在这份名单之内。 台积电召开的临时董事会,进一步提升了认购IPO的可能性。 从认购金额上看,台积电对ARM的持股比例大约会达到千分之二,将不能通过投票权等方式影响ARM的经营。 对于ARM本资的招股,有人戏称他招募了整条华尔街为自己兜售股票。 ARM聘请了28家投行,其中不设主承销商。 一级承销商包括巴格莱银行、高盛、摩根大通和瑞瑞,二级承销商包括美银、花旗、德银和杰夫瑞集团等,三级承销商则有大和证券,汇丰这几家知名机构。 2023年以来,美股IPO市场进入低迷期。 根据Stock Analysis数据,截至9月中旬,美股年内IPO数量为107家,而去年同期已经达到155家。 ARM上市被认为重振IPO市场的好机会。 近期,高盛执行长David Solomon称,如果ARM等重要IPO能够在近期获得预期效果, 将重振科技股、IPO和并购市场,投资者们将看到上市活动的大幅增加。 为何台积电要入股ARM? 和其他即时投资者相比,台积电作为制造业上游公司,似乎与ARM没有接近的客户关系。 不过,市场分析认为,台积电正在制造和封装工艺上结合ARM的架构进行优化。 今年4月,台积电竞争对手英特尔就率先出手,宣布了和ARM的合作计划。 英特尔代工服务部IFS将向晶片设计公司提供Intel 18nm制程, 其次认为约同于业界的2nm制程来开发低功耗的SOC晶片, 而与ARM的合作将致力于为设计商和制造商衔接提供技术。 天峰国际证券分析师郭明基近日公开其对台积电入股ARM的分析。 英特尔将用Intel 18nm制程生产ARM晶片, 可能是台积电更积极投资ARM的原因之一。 郭明基认为,台积电可通过投资ARM与后者进行更紧密的合作, 有助于在台积电的先进制程与封装技术上针对ARM IP进行优化。 此外,最快在2026年,2nm技术将分别用于苹果iPhone处理器和辉达B100 AI晶片的生产上。 苹果和辉达也都是ARM本次IPO的基石投资者。 故台积电投资ARM有力强化与苹果辉达的合作并争取2nm订单。 总体来看,分析师郭明基强调指出,台积电这两笔投资主要目的为提高垂直整合能力, 以确保从目前3nm的FinFET技术能顺利转换到2nm的GAA技术。 其中,除了入股ARM之外,投资IMS可确保关键设备的技术开发与供应能满足2nm商用化的需求。 谈及半导体设备,荷兰曝光机设备巨头艾斯莫尔多被大众所熟知。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晶片制造的过程中,IMS提供的多光束眼磨血儒机也尤为重要。 IMS Nano Fabrication于1985年在维也纳成立,是一家多电子束直血曝光设备厂商。 产品主要应用于先进工艺节点曝光眼磨制造。 简单来说,如果没有IMS Nano Fabrication的眼磨血儒器,所有EUV工艺技术都将陷入停顿。 EUV工艺技术被用于7nm以来的所有台积电,英特尔的工艺节点。 另外,三星的所有逻辑工艺技术都使用了EUV,该公司还在其最新的两代DRAM工艺技术中使用了EUV。 半导体厂商D2S的执行长Oki Fujimura表示,在EUV开始进入大批量制造的同时,行业开始采用多光束眼磨血儒器。 现在几乎所有的EUV眼磨都是用多光束眼磨血儒器写入的。 而在EUV眼磨的多光束眼磨MBMW及Multi Beam Mask Writer写入器领域, 暴地利IMS占有90%以上市场份额。 不过,IMS Nano Fabrication于2015年被英特尔收购。 次年,该公司发表了第一款商用多光束眼磨血儒器。 几年以来,英特尔决定对该业务资产展开股权重组。 6月,英特尔曾宣布将向私募股权公司贝恩资本出售其在IMS Nano Fabrication的20%股份。 据比试路透社计算,英特尔出售的20%股权的价值为8.6亿美元。 交易公告介绍称,引入外部投资者将使IMS通过加速创新和实现更深入的跨行业合作来抓住多光束眼磨血儒工具的重要市场机会。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